22日某平台举办时尚盛典 有不少知名明星参加 盛装出席走上红毯 其中步伐各种男团女团 23日中午 著名主持人戴君在某平台连续发文表示 向阴吐万成员周科宇道歉 称真的应该退休了 几年没有出来主持节目 业务完全荒废了 不找任何理由 主持人就替主人家照顾客人的 没有照顾好客人 都是我的错 隆重道歉 就此事有网友扒出 22日晚的时尚盛典 周科宇所在男团阴吐万 在发言环节出现纰漏 阴吐万在盛典中 其他成员都发表完整获奖感言 周科宇发言时被打断 在戴君发表道歉后 周科宇也做出回应表示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和两位主持人老师的照顾 昨天很开心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在心上 期待二人下次的合作 粉丝也非常理智地表示 小误会已经翻篇 期待与老师的下次合作 不得不感叹 现在的粉丝素质越来越高 大家都是宽容大方的人 也有网友表示 周科宇是谁 周科宇本名周丹尼尔 2002年5月17日 出生于美国 美国华裔 流行越南歌手 影视演员 男子演唱组合 《音图万成员》 2021年2月17日 参与录制的 男团成长综艺节目 《创造营2021》播出 2021年4月24日 在男团成长综艺 《创造营2021成团》之夜 以地失明的成绩 加入组合《音图万》 21世纪 随着流量时代的来临 现今偶像层出不穷 饭圈文化也越来越重 直播卖货 都搞起了饭圈文化 加关注 加入粉丝团等花招 越来越多 饭圈文化指一群粉丝 组成的组织和团体 自发地给偶像处微火宣传 大家也都在为了 自家偶像努力案例 同时也更容易引起 两个不同团体的恰价 这里不是批判饭圈文化 而是大家在这个团体里 应该有自己的思想 有理智 而不是被所谓的大粉带着跑 他们说啥就是啥 偶像是粉丝的精神支柱 也是粉丝的中心 偶像的一举一动 都会引发意向不到的结果 公众人物一定要谨慎发言 粉丝也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相互走向更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